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来自美英 奥密克戎新一轮变异出现 群体免疫成为笑话 此前美媒、英媒在报道中国疫情防控时表示 美英采取了更加宽松的政策 让与病毒共存正在成为现实 而中国采取的严格防疫政策似乎没有尽头 美英的自信 基于一个简体 疾病毒不变异 等到民众都打了疫苗 或者等到特效药研发出来 新冠或许就能成为普通感冒 然而美英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据外媒最新报道 奥密克戎亚变种B.A.R.已被英国卫生安全局列为正在调查的变异病毒 目前已在英国发现400多例感染该变体的病例 除此以外 美媒也报道称B.A.R.的变异株正导致美国各地新冠病例激增 据悉 该变种引尼性和传播性都更强 这意味着美英希望的群体免疫难以实现 并且还会面临疫情带来的更多风险 好消息则来自中国 同样面临全球疫情反弹和蔓延的大环境 中国的动态精灵政策则取得更加理想的防疫成果 尽管西方媒体不看好中国的防疫政策 也不得不承认当下中国的防疫方式更加科学 就在美英担心新一轮变异蔓延时 中国民众却都开始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 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很多人都早早地在网上挑选年货 前两天在抖音电商上看到一些主播 都跑到一些特色年货的产地直播 观看时很有代入感 还有些主播通过剧情演义展现年货特色 除此之外 朋友圈也开启了一场年货 PK 很多好友都在朋友圈晒年货 自己也收到了武汉朋友寄来的一些年货 其实准备年货 只是中国中国民众迎接春节的一种表现 这些表现背后 折射出的是我们应对疫情的总统 这是西方羡慕不来的 感谢观看 不知道